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科的发展本身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就称之为叫做知识人类学 知识人类学它当然与知识社会学 知识心理学有若干的区别 知识社会学大家可能比较了解 知识发展怎么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 你必须要从大的社会结构来理解知识的产出 跟它的传播 知识心理学当然就是从学者个人的需要 它的精神状态 它的认知 它的人格 来理解它自己个人的学术过程的发展 我们讲知识人类学就是把知识的过程当成是人类群体整体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知识的发展怎么样有助于人类群体的这个发展 而人类群体的这个发展怎么样又带给了这个知识的这种方向 所以这个基本上如果人家问说你这个方法论所对应的学科是什么 我们讲的学科就是知识人类学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会比较快 那么知识人类学的这个研究当然它就不限定于它的level了 因为它可能是包含了知识社会学所讲的 因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人群 那么这个学术学者个人的这种这种心理的这种状态 或他的人格和他与其他的这个塗料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情况 当然也会影响到他的知识的发展 可是我们是讲这个知识人类学 它就变成是一种没有办法限定你研究对象的一种 它不是像知识社会学一样 它一定是在那个社会的那个层次 或知识人类学一定在个人的层次 知识人类学就像我们研究人类学一样 人类学它的层次是你没法实现限定 因为你不知道你所研究的那个对象 它的行为的表现 它的行为的这个原因 是因应了哪一个层次的人群发展的需要 因为这个都是evolution 因为讲到人类学不可避免 那我们讲的这个无尽天则式的生存 我们现在去讲说这个人类这个群体的这个发展 那你这个人是在哪一个层次的群体 你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生产影响到这个群体的这个生存 或者有助于群体的这个生存 那知识人类学当然也有一种这个保守的情况 它也会出现知识手学那样好像有一种功能论的作用 就是说有功能的 对于这个人群发展有功能的才会保留下来 没有功能的它就会被淘汰 这个人类学它当然有这样一种倾向在 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知识人类学 我们不是这个大的这个人类学的这个乱者 我们做的是知识人类学 所以这个所谓功能性的这个倾向对于我论而言 虽然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一个课题 但这个不是我们要反省的这个层次 因为这个是整个人类学共有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知识人类学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当然就涉及到就是我们 我们周围在看到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这个网络的时候 它所提供的是每一个个个别学者的方法 所以它在这个网络上所呈现的这个个别学者的方法 它有这个有它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法 但是周围的这个题目 周围研究的题目 它不见得是针对个人的研究的方法 它可能是针对一个群体 针对一个领域 比如说或针对一个国家 或针对一个期刊 它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研究方法 它不能够仅仅只探讨个人层次的这个研究方法 所以我准备要把它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一个就是在个人层次来看 一个就是在群的层次来看 这是两个要谈 那么在谈这两个层次之前 我要简单的很快的讲一下 就是说人家问说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你写一篇文章 人家一定要问说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你的method是什么 或者你在写proposal的时候 人家就叫你写说 你写一个proposal 你说你要研究韩国或者是Hustle Institute 你要去研究这样的一个课题 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人家一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研究一个institute跟研究一个国家 它的方法必然是不同 你就算是研究一个institute 你也不可能只研究institute里面的一个人 你不可能只研究白帆润一个人 你要研究很多的东西 研究他跟彭斯副总统的关系 你要研究各种各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他的一个 可以回答社会科学界普遍会问你 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想现在基本上要讲 跟大家讲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当然都是interdisciplinary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某一个社会科学人员 它讲到哪数据方法 或者是它的访谈方法 一定是interdisciplinary 我第一个可以跟你的读者讲你的这个方法 叫做multisiting这个方法 就是多点研究法 多地点研究法 一般的人类学的研究 它往往是定点研究 比如说我到这个村庄里 我就是在这个村庄里一住 住了一个月 那有的人类学院投入了 一住就可能住十年 有的这个 这个是定点的研究 那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田野研究 定点研究比较多 比较少碰到这个多点的这个研究 定点研究跟多点研究很大的一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就是多点研究 比较不像定点研究那样 会容易受到研究对象整个的 会卷到研究对象里面去 最后呢 你就变成完全用研究对象的语言跟视角 在讲你的故事 导致你的读者 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情境里面去 因为他们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年 住过一个月 但是你在里面住过一年一个月 那定点研究呢 它就有这样一个现象 那多点研究呢 当然就不至于了 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两天 我这个一个月里面 我可能跑到十个地方 多到可能我自己都不记得 我见到这个人 我是在哪一个地方见 我必须要去看我的这个record 我才会知道 那这个很明显 跟定点研究就有一个差别了 就是说你这个研究者 几乎不可能是卷在某一个特定的 这个现场里面去 变成那个现场里面的一个参与的一份 就是完全是用参与者的一个角度 通常是会比较同情的一个角度 去讲你研究对象的这个状况 你多点研究不可能 多点研究跟定点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在于说你立刻跟你研究对象拉出了一个距离 你不是直接卷在研究对象里面 这个是多点研究 那多点研究 定点研究 当然就要选择 你为什么做多点研究 比如说你做韩国的中国学 一定是多点研究 你不可能就是说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这个研究里面去 意义是跟很多人 你要看很多期刊 你要看很多的这个学者 甚至要跟很多不同的学者交往 这个学者里面有的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 有的是研究这个诗经的 有的是研究中国外交的 那这个是很明显 它是一个multi-style 就是说你是要碰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以至于你不会被那个研究诗经的人 卷到他的那个研究世界里 他对这个中国的那种romantic的这种想象 也不会卷到那个国际关系里面对中国的那种警觉 也不会变成是那样的一种 要学习怎么样跟研究对象detach这种方法 因为你是多点 多点的研究就把这个distance拉出来 大家看到这个差点 那distance拉出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那distance拉出来之后 就强迫这个研究者自己要去决定你的theme是什么 你到底要研究什么 你要研究韩国的中国学 你要从哪个角度起来 你对韩国的中国学的兴趣在哪里 你的兴趣是在于它跟日本的差距吗 这是你的一个themeality的一个topic 对不对 或者说你的兴趣是在于韩国学界受到反共的影响 它中间冷战之前的这么长一段的反共历史的影响 以及它中间的转折 这是另外一个theme 对不对 那到底你要怎么去approach你的这么多的这个多点 收集来的资料 变成是你的责任你要去决定 theme是你的 这个跟定点研究就不一样了 定点研究的theme是你研究的对象决定 对不对 因为是他的生活 他的struggle 他看世界的这个方法 是你要去介绍的 你要去把他如实的把他的情感怎么样 你要把他讲出来 所以你的责任是要尽量进到他的这个情况 要学去 要去同情 要去了解 那多点研究不一样 多点研究就是你不可能去进到他们那里去 所以你要决定你的废话 这是多点研究跟定点研究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要问你说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你要跟他讲 我做的是一个多点研究 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做多点研究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 因为我有一个curiosity 我对这个community有一个curiosity 我要研究这个东西 那我不可能受到他某一个特定的人 或者特定的学派所掌握 我一定要多点研究 所以这个定点研究跟多点研究很大一个差别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大量的仰赖的是narrative 就是这个narrative有很多了 有的就是说他的学术的铲除 他写的这个研究报告 他写的这个旗开的论文 这是你要分析的 对吧 另外呢 就当然就是他们在组织学会的时候 这个学会或者是在这个参与智库的这个筹建的时候 他的这个组织的背后的这些document 你要研究 对吧 然后你可能也要去研究 说这个 呃 他们在这个 教 就是在 就是pelagogy 他的这个 这个教学所仰赖的 这个教科书是什么 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本要引用 这个文本呢 有的就是你必须要去比对那个文本中间的差异 比如说他教学的人 跟他的这个智库做的这个报告 他用的语言 他用的概念有没有不一样 还是他们是相互契合 这个就是narrative analysis 这是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方法 就第一个是multi-signing 第二个是narrative 对吧 但这个narrative呢 因为你是有multi-signing 所以你在做narrative analysis 你已经有一个theme 你自己的theme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位置就凸显出来 你必须要根据你的theme去做narrative analysis 而不是说拿一个narrative就凭空在那里看 这个就跟这个知识心理学很不一样 知识心理学就是拿着一个人的东西一样看 看一遍 看两遍 看三遍 一遍一遍地看 越看呢 你就越近到 他字里行间很多很多 原来你看第一次看不出来的 这是心理学 你要一遍两遍三遍地再去看 这个你有theme之后就不一样了 你有theme之后呢 你是要根据你的theme 去在narrative里面找相关的那个东西 对吧 所以你这个narrative analysis 是告诉你说 你的multi-signing来的时候 你要去看那个theme 要去找他这个think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 不论你是sematic what i said is 去配合你的这个sematic的这个topic 还是你做narrative analysis 你这个里面背后 因为你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这个里面 你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一个诠释的问题 你一定是在做interpretive 因为你选的theme本身就是一个interpretive 因为你选的theme不同的话 你可能你的multi-signing 收集来的东西对你的意义是不同的 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几乎可以确认 一个multi-signing的东西 通通收集来的时候 你再做 你有你的theme 你打给另外一个人看的时候 他从你的里面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有他的theme 他的theme他可能稍微弱一点 因为他并不是到每一个地方去收集来 他是看你收集来的东西 这是multi-signing strength 就是你到每一个地方收集来的东西给人家看 这个差别跟你自己到那个地方做定点研究做一年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给人家看 那个看跟做是差别的非常之大 可是如果你做multi-signing 你做出来的东西给另外一个人看 他差别就没有这么大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卷在那个地点里面 因为你有distance 所以他有distance 跟你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他也可以用 可是他用他的theme 他的关系跟你不一样 所以他就要决定他自己的thematic approach 他自己要决定 所以同样的multi-signing的东西出来的话 大家一定是研究的东西是不同的 我给苏贤记的一个文章 是中国政治学报发的 也许大家也可以看 那个里面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的人 我们要从我们做的任何一群人当中 可以去发展出theme 这个在社会科学里面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社会科学一定是有一个theory 我刚刚忘了讲理很重要的 Multi-signing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Multi-signing的东西呢 因为你毕竟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 所以你不是theoretical oriented 你不可能哪一个你事先就有的theory去做 这个反而是你定点研究的时候 有时候会碰到的问题 如果你在定点研究里待的时间不够久 那你很难避免是用你自己原来的theoretical orientation 带动你去看你要去看那个村庄的东西 你在那里住久了之后 你就把你这个theory丢掉 如果你住的不够久 你完全是搜那个theory引擎 可是如果你做Multi-signing的话 你几乎不太可能搜那个theory引擎 所以一定是你的theme 那你就摆脱了社会科学它有一种问题 它是一个theoretical top-down 让你去整理这个资料 Multi-signing不是 所以我刚刚讲说 第一个你的theme本身就是interpretation 因为你来做跟另外一个人来做 你们要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可能在事前有一个top-down 一个theoretical的东西已经规定好你要怎么去看 你一定是每一个都看完了之后 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弄 所以刚刚讲的Multi-signing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distance 你不会被卷在里面 第二个你没有top-down theory 当然坏述就是说你对当地没有同情心 你不了解他们当地的这个问题 一直在哪 当然还有一个坏述就是 你没有把它变成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普遍的 做一个普遍的理论 这个就是trade-off 就是你是一个纯theory的研究 跟一个纯定点的研究 trade-off就是multi-signing的研究 我现在非常强调的Multi-signing 因为每次过去人家问我说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都觉得有一点很难回答 但我后来我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Multi-signing也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之后 我再回头去看我给苏贤的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那篇文章其实我没有这样讲 但是我实际上做的就是那种事情 任何一个群体 你锁定的任何一个群体 这几个人被你锁定了 比如说Asian America 我们讲说 或者是海外的华人 海外的亚洲人对中国的研究 你看到这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之后 你看到任何五个人都会帮助你发展出你自己的一个theory 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根据这五个人发展出另外的theory 所以你还是theority oriented 但是你不是top down 你也不是事先准备好的theory 你是从那五个人身上发展出来的theory 这个theory反映了你的thematic的curiosity 所以是你要负责的 别人不能够帮你负责 所以这是一个interpretive的一个过程 包括narrative analysis 当然不可避免 一定是interpretation 所以你现在就有了三个方法的面向 一个是multi-signing 一个是narrative 一个是interpretation 那interpretation 人家社会科学一定要问 那interpretation 最后都是你讲的 你讲出来 别人不会叫interpretation 那这是叫什么社会科学呢 其实我们做这个人类学的人都了解 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说 我在我研究的对象当中 所发展出来的theory 还是可以是universal 只不过我这个theory 可以用的context太少了 所以你说的是一个universal 其实它的意义不大 我不是为了追求universal 而去做这样一个研究 但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当然有universal implication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interpretative的过程 对不对 我当然interpretative的过程 就给我很多的insight 给我很多的heuristic的insight 然后我就可以拿来去 帮我去看别的村庄 看别的国家 去看我们这样的情绪 一定会影响我 我去做comparative 虽然这是interpretative的东西 但是这个interpretative的东西 不可避免的 你的这个受到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的这个学养 你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影响很大 所以你不可避免 这就是一个interpretative的一个特色 这个interpretative的意思 所谓说它特色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overinterpretation 就是interpretative意思就是overinterpretation 你不可能摆脱过度解读 没有摆脱过度解读的诠释方式 所有的诠释一定都是过度诠释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 这个过度诠释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了解这个过度诠释 假如说我们是从各个不同的narrative 去诠释出来的话 我们诠释出来的东西 当然不一定是被我们研究的人它体会得到的 往往它体会不到甚至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过度诠释 对不对 过度诠释如果它变成了是一个 一个top-down的theory 让你去用到所有其他地方 那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是诠释出来的 但如果你诠释出来的 是一个possibility 就是我诠释出来的是我知道 被我诠释的人它自己都不见得意识到 那么我诠释出来的是一个possibility 所以诠释的方法是要让我去找更多的possibility 找更多possibility的意思 就跟我们一般讲社会科学理论它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一般讲社会科学理论它是要去possibility 要去缩减所有的解释 让它越简单的解释越好 你去找possibility的话 你的目的就是相反 你等于是说要去找这个行动者 他没有受到你所熟悉的理论跟结构影响的那种东西 你是在找possibility 所以如果你的overinterpretation 是在找更多possibility 当然也不排除 你找了半天最后没有找到 你很失望 你最后回过头 就说哎呀 还是这个理论 最后还是回归极少数的理论 每个人都是长得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眼睛和鼻子 背后的这个医学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所以那你最后就没有办法了 你只要回归医学了 那也有可能你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因为在人类学的世界里 这种情况比较少 人类学的世界里面 你更多的可能就是说 你会碰到很多 以前没有想到的 哇 原来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你比较容易会发生这样一种 比较那种humanistic的这种 这种insight或者这种撞击 就是说啊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他会这样子去想 你都没有考虑过这种condition 人会受到这样一种压力 人会被这种clue去带到这样的人 人会对这种事情 你很多事情是没有想到的 你在这个overinterpretation的过程中 你体会到这样 当你体会到的时候 你就发展出了新的possibility 所以我对overinterpretation 就是讲说我们有这三个重要的方法 一个是monersight 一个是meritative 一个是interpreting 好 下面进一步要讲到我们的这个theme 我的theme 就是从知识人类学的整个学科领域来讲 我的theme只有两个 我只问两件事情 当然并不带我说大家可能问这两个 我问的事情只有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问说我的研究对象 他觉得他跟他所研究的对象 跟他所对话的对象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研究者 我这个研究者 我觉得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所研究的对象 他跟我是属于同一个群体 还是我在他外面研究他 这个是我要问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 我的theme的这个 我要问的就是我想要了解 这个研究中国人 这个研究赛列加尔 这个研究查到的这个人 他觉得他自己在研究成长的过程中 他是怎么样建立他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他是越来越外于他 还是越来越内于他 还是说他永远是处在两者之间 这是我要问的一个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 他有很简单的 你可以得出三个答案 就是说我在外面 一个就是说 我所研究的对象 就是跟我属于同一个群体 我对他的研究 有相当 基本上也是在了解我自己 就是我跟他属于同一个群体 当然第三种可能就是说 我是在同间 我觉得我既跟他是同一个群体 你可能原来觉得我就是跟他在一起 比如说过去我们东亚所说的老的历史 研究这个飞行 对吧 他就是研究 为什么暴政必亡 要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 来证明共产党的统治 正在发生动摇 诸说是这样 我就是在研究我自己 因为我也卷在要去革命 要去动摇他的过程 所以说的事情 好像就是我自己 那今天当然不是 今天比如说我可能是研究 他做一个和台湾有竞争 有冲突 有对立 或者是有合作的 一个entity 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研究他 所以我要研究他 可以被计算的权力资源有哪些 所以我要去研究他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我不了解的一个政权 我要想去挖他 从那边看他的情报 而不是说 我其实已经了解他 共产党的时候 我很清楚 所以我知道这些人心里在想着 那这个你的位置一定会 在你的生涯发展的过程中 会发生转变 所以我就要去研究他这个转变的过程 就是刚刚这第一个代曼学 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至少如何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如何影响到我 对我自己跟对他的认识 和知识生产 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 到底他所代表的中国 我研究他 我研究中国 我选了一些项目来研究 我认为是属于中国的这个研究 我为什么认为这是中国研究 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是一个在做中国研究的人 也就是说我做的研究的对象的这个范畴 是我根据某一个标准来决定 比如说江界 反正是PRC江界里面的都是中国研究 还是我是根据什么东西决定 还是我要让他自己来决定 他觉得他是什么样的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资源 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自我的这种认识 让他觉得他这样是中国 我是让他决定还是让我 还是我要不要让他决定 是我来决定 比如说我决定 我说凡是有PRC的这个护照的人 都是我研究的对象 我不管你人在哪 这都是我中国研究的对象 还是说我认为 只要你有华人血统的 我都把它当成研究对象 还是说我要认为说一定是要接受农家 文化我才把你当成是中国研究 所以这个维吾尔人我不当成是中国研究 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 我是让你决定 还是我自己 我让你决定的话 我可能就要去考虑了 比如说你海外的这些很多这个人 比如说从事民运的人 或者是比如说在台湾 比如说我是这个 主张台湾独立的 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人 那我是要让你来决定 还是让我自己决定 那让你来决定呢 那就是你的主观了 根据你的主观来决定 我所研究的那个中国 是在分裂的 还是在整合的 根据你的主观来决定 我所研究的那个中国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现象 还是一种这个物质整合的现象 还是一种组织现象 这个都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简单的讲 我可以说 只有两个答案 一个就是我让他来决定 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决定 我自己决定的意思就是 我还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每个人都可以用我这个标准 来决定说 这个对象中国在哪 这个就是如果我从整体的 整个这个知识学的这个 学个范围来问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大的 让我开始去整理我的资料 的两个单元学 但你在个人层次 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个人层次 你不会让一个特定的个人 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不是他的问题意思 对吧 你是多点研究 很多人集合起来 让他去判断 说你所研究的那个对象 所形成的那个中国是什么 它怎么样形成这样的一种意思 你是对一个群体做研究 但你对一个个人做研究的话 你问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 要我来问的话 当然我不知道每个人做研究 没有他自己的theoretical curiosity 在那里 但是要我来看这个特定的一个interview的话 我问的是三个 基本上是三个 从方法上我会问三个问题 就是说每个人我都会问这三个问题 但是不代表就是说只问这三个问题 可是每个人都要问 我会问这三个问题 我会问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encounter 我会问这encounter 这个我的那个研究对象 在他自己的回忆过程当中 哪一些他所遭遇到的情况 对他而言是有意义 他会去reclimb 他会去回忆 他会去讲述 他的遭遇是incounter 这个incounter呢 当然这个 它的这个dimension可能可以非常之多了 那就看你的研究的兴趣是什么 这个incounter可能是对人的incounter 对吧 可能是对于理论的incounter 就是说我碰到了这个 我过去没有碰到黑格尔 我碰到黑格尔 然后对我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讲说 如果讲说日本的这个 在这个大政时期的 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原因 我碰到了这个黑格尔 碰到了这个东方专制主义 对我造成很大的一个刺激 这个是一个incounter 就是你在理论世界上的incounter 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跑到中国去 那些木囊跑到中国去 你看说 啊 这是中国呀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跟我想象中 那个 那个非常那个 那个 儒雅的这个 中国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然后这个现状中 到处没有人要 都丢出来丢掉 啊我赶快收集 最后比如说 说我在传承中国 因为所有中国的骨鸡 你们都都不要 我赶快收集 这样我才能够把中国挽救 这个 它的incounter变得很重要 对我而言 这是incounter 第二个 就是我要问的就是choice 这个其实 所以我们在讲 这个叫做mechanism 这个研究 这个人文学的人 很讨厌mechanism 这个概念 因为mechanism就是好像很急切 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这个就好像这个 如果突然有去学这个 这个 学这个 这个 公共政策 他们有这个决策术 就是说这个 你碰到一个状况 有一个圆点 碰到一个状况 有一个方便 碰到那个圆点 这个就是你不能选择 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点 你要碰到这个 要碰到这个 要碰到那个 到一个方点 就是你可以做选择 就是说到了这个点 你要往这边走 还是往那边走 是你要做决定的 所以这个决策术 研究公共政策的人 常常看他画一个决策术 你人在这里 然后你现在碰到这两件事情 最后你是掉了这个事情 这不是你决定的 那是这个原理 到这个事情以后 你要往东走 还是往西走 它是一个方便 那是你决定的 往东走之后 你会碰到 红灯还是碰到绿灯 这不是你决定 这是几率 所以又变成是一个原理 就是说 它有原点有一个方便 这个原点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个content funny 就是我们讲的choice 这个就是机制 就是说 你一个知识 一个人的这个知识的jit 它中间有incount 有choice 那这个choice 就像我们讲说 孟子说 予以雄长不可得见 你非选不可的时候怎么办 你必须要去选 就是你知道 到了这个点上 你比如说 你碰到一个非常 在中国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 儒家的哲学里面 进行很久的人 给你教了 你怎么读古文 什么什么东西 那你就很向往 他的这样一个境界 你想成为一个儒家的大家 然后旁边来的一个人跟你讲说 你的中文这么好 你到我们赤库来 帮我来分析这个 分析那个 这就是你要做choice 这个choice对你的整个发展都很重要 你一个儒学者 会不会把他的某一种思考问题 看待中国的这个前提 带进智库 就在你的决定上面了 因为你可能决定不去 他后来另外找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只是存在学现代中文的 他就进去了 那这个儒学跟这个智库之间的关系 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智库就变成另外一个智库了 所以这个是你的choice 所以在个人的发展过程当中 就incounter跟choice 这两样的东西 我后来又进一步的去讲两个东西 一个我叫做incourage 就是incourage跟choice是差不多的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又是travel旅行 这个travel跟incounter又是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这是第二季 这不是第一季 choice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决定 这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incourage就没有这么有意识 就是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呢 你到了这个点上 你现在碰到一个研究的材料 或者碰到一个topic 或碰到一个coron affairs发生了 你会用什么样的学术资源 什么样的个人经验去理解它 是你要去把它叫出来 对吧 就是说好像你的档案库里 你的记忆库里面 有好多档案在那里 那么现在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你可以用什么东西去看 你可以像比如说 我们打篮球的NBA的人 就很有意思 他就各种各样的数据的东西 或者说你做会计师 他有各种各样的会计呈现的地方 还有成本会计 对吧 有管理会计 要根据你的purpose 来决定你要有哪一个会计 我们现在看的NBA统计数据 有的人看的统计数据 是这个一节当中 连续近三分之后 超过五次的比例有多高 这是一种数据 人家觉得很无聊 你看这个数据干什么 他一定看这个数据有它的原因 那这个就是incurring incurring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你的记忆库里面的资料 用什么样 用把它叫出来 你在记忆库里面 比如说有五千个档案夹在这里 这五千个档案夹里面的东西 有的是重叠的 有的是不重叠的 你可能有一个记忆 归到了两个档案夹里面去 两个档案夹里面都有 但是你从你碰到这项事情 incurring刺激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拿哪一个档案夹出来 就影响到你怎么看这些事情的角度 所以怎么样学的档案夹很重要 这叫incurring incurring就是我们刚刚讲的choice的一个刺激的机制 这个incounter的一个刺激是什么 刺激的机制我称之为travel travel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我们所有的学术界里面 这个travel是非常重要 这个travel包括你到不同的国家去 参加不同的国际会议 到你自己国家里面不同的institution 你在生育过程中 你碰到的不同的学生 incounter跟travel 它是结合在一起 你的travel会影响到你的incounter 可是你不是为了incounter 去决定你的travel 你的travel可能是为了某一个incounter去 可是你去了的时候incounter另外一个东西 往往你所incounter的东西 跟你travel的目的所incounter的是不一样 几乎都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开会 我的目的就是要去提我的paper 但实际上去开会之后 你发现你在会议当中所得的所有的东西 根本给你提的这个paper 还有人家给你paper的feedback 是完全两码的事 你知道的东西完全是一样 你去做田野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你让田野里面全会发现 你从来没有碰到 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跑到一个桌上去 你坐在那边 人家给你上菜 没有菜 整个地方就是一个大的火锅 火锅里面就是狗肉火锅 那你就要吃狗肉火锅 你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对你而言 是产生什么样的刺激 你可能原来没有去想到这些事 等到你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走出去以后 第二天就会发现 哇 这街上确实好多狗肉店 还有全只狗挂在那里 你可能原来没有这么三十几天 你这样看进去 哇 全只狗挂在那里 原来从地外走过去的时候 那个 那个 sign image 不会刺激到你 你可能吃了一天 吃了这个狗肉火锅 你必须吃 所有人都在吃 你不吃你做不了interview 第二天 在挂在店里的那个狗的 明明是挂在很里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吧 因为你整个的那个 那个 sensor不一样 所以 这个 这个 travel 是很重要的一个 incounter的这个机制 它跟incounter不能相等 它是incounter的一个刺激的机制 但是 travel会带来各种各样的incounter 然后incounter又会刺激出新的travel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travel是constitute的incounter 就跟这个incurrence constitute的这个choice 这个incurrence就是说 你的过去的答案夹是什么 归类的 会影响到你的choice 这个是我刚刚讲的 第二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方法 就是整个熊克领域的这个方法 问的就是两个问题 就是说 你是主观的 让人家自己决定 他所代表的中国之士 还是你要不理他 你要自己先想好 你所鉴定的那个中国之士 你要研究的那个范子文之士 第二个代表就是说 那我所研究的这个对象 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是外与中国 这个里面有两个 又可以细分 如果要细分的话又可以细分 我既然实在是没有时间讲 那细分还可以再细分细分 就是说 我认为 我是面对中国 在看中国 那我是跟它 同一个群 还是不同一个群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 我是代表中国 在看外面 我认为 我看到的人 跟我是同一个群 还是不是同一个群 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差别 就在于说 我这个研究者 本身的自我意识 我认为 我可不可以代表中国 我如果认为 我可以代表中国的话 那么我看了个对象 我觉得它跟我是一个群体的话 就说 我是用中国中心的角度去看它 我觉得它是或不是 如果我认为 我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话 那么我看中国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它是一个群体 那可能是我是还要华人 我看中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研究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在研究我自己 但是我是从外面说 我跟它是因为 我觉得 我不能代表中国 所以 研究者本身自己觉得 能不能代表中国 又影响到 你在问说 我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的时候 你是一个由外而内在看的 还是由内而外在看的 那 这个不完全是 跟这个人 本身 是什么 这个绝对相关 还跟 他看的对象是什么 比如说 我是一个印尼的华人 我在看 印尼的土著的时候 我可能是站在一个中国的角度 中国人的角度 看他 我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我可以说 我跟你不同群 但我回过头来看 我的祖国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 我没有资格代表中国 可是我觉得 我跟你是同一个群 所以 虽然是同样的一个学者 他在觉得 我跟你是同一个群 还不是同一个学者 也跟他研究的对象是谁有关 所以不是那么单纯 就是说 我是什么 我就可以决定死 我并不是如此 这个都是 很多都是相对跟complex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说 知识人学看 群体的层次 第二个就是看个人的层次 两个大的机制 就是encounter跟choice 这个choice 是被incurring 你叫什么东西出来 所影响所构成 这个encounter 是被你travel所构成 所以如果去看interview的话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我这个project 开始得太早了 我过去没有这种意识 这个 现在这个流行大数据 流行卫星定位 我要是老早有这个意识 我在做这个研究当中 我就非常 要盯 我的所有的访谈者 要去问说 你到过哪里开会 到过哪些国家出 要巨细流 然后把每一个人去过的地方 通通放到卫星上 然后现在五六百个人 正在那里 我卫星上一看 我说不定可以看出一些东西来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但我现在看的机会都没有 我现在也就开始太早了 知道地理卫星都没有去 也没有去 这一通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travel 马上就给他 比如一个蒙古学生 他去过哪些地方 他跟苏联之间的 跟他到美国到日本 你会发现可能蒙古学生 我不知道我乱讲 可能都到日本 韩国 这个俄罗斯 主要这三个地方 可能最多 是不是这样 我刚刚忘了要讲这个东西了 实在是 因为我今天要讲东西 本来想 我本来想讲四样东西 第四个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过去做过哪些东西 那我今天就不讲这个东西 因为好不容易把这个方法东西 大概给大家整理一下 就讲了四十个 四十个东西 我先到这里好了 好 今天是不是稍微比上次更有问题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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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